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们到现在为止 主要要比较韦伯和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而这是可以说我们这个课的核心之所在 这门课呢 说韦伯挑战马克思 那么挑战到什么地方 就是主要挑战马克思一生研究 而且智力要打倒的资本主义制度 那么资本主义根据马克思的看法 是从封建主义子宫里头脱胎而出 换句话说 因为有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 生产方式呢 是由两个力量组成的 一个叫生产力 一个叫生产关系 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合逐一个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社会观里头 各位还记得吧 老师特别用一个金字塔形来描述 马克思心目中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这个社会分成上下两层楼 它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式的比喻 用比喻来解释人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 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像苏格拉底 因为他母亲是一个住产婆 住产士 所以他会用这个小孩子生出来的那个过程 来描述我们人类产生思想的 或者是我们会有idea 会有观念从哪里来 一方面就是有一个拉力 另外一方面有一个push 有一个推力 就像这个住产妇 住产士 住产婆 在帮忙九个月以上的 有怀孕的妇女 如何来诞生一个新生儿 一方面在肚子上面要挤 一方面你要注意 那个小孩子投出来就要拉 所以推和拉 是造成一个小孩能诞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技术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过程 那个苏格拉底就用这个来说 我们思想也是一样 一方面要有一个背后一个力量 在推你去想某些问题 前面也是因为你遇到问题了 那么招宏这些问题 你要解决问题 所以有一个拉的力量 所以一推一拉就产生知识 这是苏格拉底的比喻 那么我们现在从苏格拉底的比喻 2000多年以后 我们看到马克思有一个建筑学上的比喻 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金字塔 两层楼的结构 那么这个两层楼的下面呢 就是它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有哪两样因素组成 我们再三地说一个是生产力 一个生产关系 那么各位同学要注意到 什么是生产力 什么是生产关系 生产力呢 就是能够从事于生产所需要的 基本的资料 有时候也叫做生产资料 means of production means of production包括什么 包括土地 包括人的劳力 包括资本 那今天你还会加上王永庆的经营之神的 经营的本事 对不对 资本家总之有一些本事才可以 所以呢 生产力呢 再说一遍 保险包括资本家所拥有的劳工的劳力 还有他拥有的土地 不管他是自己有的 住来的 有一个土地上面有一个建筑物 工厂等等 楼房 建筑公司 这些呢构成了这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料 再来呢 资本最要紧 如果资本家没有资本 怎么称作资本家呢 所以资本家一定要拥有资本的钱财 这钱财呢 可能是看了目前看得到的 公司里头周转的现金 更多的是公司的股票 公司换在银行里面的这个基本款项 还有信财 很多的工厂开设的时候 钱财不多 所以要向银行贷款 银行肯把钱借给你 就表示说你有很好的信用信财 所以信财这些加在一种种种的加在一起 就会构成了资本 那么听住劳动力 土地 资本 这三样是马克思传统上认为生产的资料 那么我们后来加上经营的本事 策划将来这工厂怎么开张 怎么来扩大 地盘怎么样来扩充 怎么来越过海洋到别的地区去 夸海公司这些 都是一个生产资料扩大的能力 那么这些在今年可以看作生产的生产力 生产力比生产关系跑得快 什么叫生产关系 就是你在从事生产的时候 你上面的主子和你本人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在封建主义的社会 就是地主和农奴的关系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时代 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时代 就是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 那么劳动者包括有白领的 有蓝领的 林林种种 当然今天用这个来应的分化 也不一定很正确 是资本家的阵营 另一方面是这个劳动者 或者老四星到晚在使用的 土劳阶级的阵营 这种两大阵营的对抗 当然韦伯不以为然 韦伯会认为这不是阶级对抗而已 有时是阶层之间的对抗 而阶层就比阶级更复杂了 更多了 这里面有中产阶级 有接近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那种 上等的布尔乔雅 有比较低等的小布尔乔雅 小布尔乔雅就像我们今天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可以视为小布尔乔雅 他自己当老板 但是他可能雇佣家里的人 也可能外面请一两个人来帮忙而已 所谓的领受商 小患 瘫痪的主人 都是零零种种的 零零生性的 算他是资本家 又不是 但是他又是当老板 只要能当老板 总是有几个钱在身上 所以勉强也和资本家 反过来讲 白领阶级里头最高级的那个什么经理 这些经理和资本家 并不屑然分开 因为经理人才最后可能会被拔走 他本来就进入了 这一个营运的决策的城里头 他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上层的结构 上层的组织 上层的最有办法的人员 所以呢 微博看起来 这些也可以说 已经准或者办资本家了 经理啦 董事啦 董事会的成员啦 这些呢 可以说不仅是资本家的受影 有时他也可以出外去开另外一个事业 变成另外一个事业的主人 好 那么因为生产力比生产关系发展的快 所以生产力常常会突破生产关系 换句话说 这个用水力 用那个牛马的这个生素的力量 后来被这个所谓蒸汐机所取代 那么由于这个生产的力 这些机器啊什么 也可以视为一种生产力 这个生产力呢 它发展的很快 拥有生产单位的这个生产资料的主人 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工人之间的这个对立关系呢 就因为生产力走得快 所以他们的关系就被破坏掉了 为什么这个封建主义会生产资本主义呢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地方 马克思指提起工人遵守秩序的问题 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降临发展出一个 劳动的阶级 我们称作普劳阶级 这个阶级呢 靠的是教育传统和习惯而产生的劳动阶级 它的发展是如同自明治理的自然力一样 建立在生产方式的条件之上 微博把这个工人 因为传统的关系 因为出生的关系 因为你必须要养家活口 所以你一定要对 贩卖你的体力 劳动力 这些人呢 这些工人呢 这一级出现了 这是在什么时候出现 就是我们在介绍这个封建主义的末期 很多的这个农地的地主 因为虚钱 恐急 但是他们身边没有什么钱 他们只拥有土地 拥有这些农奴 后来干脆让农奴殊胜 或者社会也认为有农奴的存在不合理 所以国家也在奖励解放农奴 对不对 所以这些农奴呢 就花了一笔钱 买回自己的自由 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然后呢 在乡下没有办法 把他劳动力做最好的发挥 所以这些人就跑到城市里头了 所以老师在上次有讲 他们认为城市的空气最自由 甚至说城市的空气最新鲜 那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就是荒谬 只有乡下的空气是新鲜的 是自由的 城市的空气是物浊的 而且又舒服的 不过刚投离乡下的农奴 到了城市可以自由建立自己的行业 比如他是一个在农庄里面 也懂得制造面包 他就变成乡下跑出来的面包师 在城市里头定居了 开个面包谱 如果他本是在人修理鞋子 他就是鞋匠 开个鞋店 这些都表示说农奴呢 在城市里头得到解放 所以他认为他很自由 他认为他吸收的空气很好 当然有一些农人没有这个本事 被迫就到矿坑里面去打矿 所以这些矿工本来是农人 现在变成矿工了 结果在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候 这些很多年轻的小孩子 不到15岁 7、8岁都送进了矿坑里面 因为矿坑里面空气污浊 所以都感染汇病 所以这些年轻的小孩都死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多人的贫穷痛苦疾病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得到护油 护育金钱的一个原因 那么韦伯和马克思的不同在这里 就是韦伯会把这个空间主义里面 跑出来的这些人和他的心理做进一步的分析 他会发现产生普劳阶级也好 工人阶级也好 不单纯是为了人要活命 未来要拿一点工资 拿一点薪水 最大的因素还是因为宗教 促成他们很有理性的去从事的劳动 所以我们等一下谈韦伯对马克思这个看法 马克思说因为教育 因为传统的习惯 还有因为老爸就是做这一行的矿工 所以儿子也跟着做 老爸是做屠夫的 儿子也跟着做屠夫 屠宰业这些观念 居然在这里马克思说 这个是好像自然率一样 自然率就是不是人工率 不是人工加给他 是大自然自然产生的 这一点我们觉得也是怪怪的 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 而不是自然的 好 讲完这个以后 我们就进入生产方式变化 和它的结果 显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产生 和劳工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下 所扮演的重大角色 是视为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 就是因为生产方式改变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 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 使得生产方式改变 生产方式一旦改变 上面的点张制度 那个三角形 凝形是一个生产方式 你们想象老师在前面讲的 一个三角锥 以金字塔的方式来形容 那么三角锥的下面是一个凝形的 这个就是生产方式 上面是一个小的三角形 上面就一个尖端 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上层建筑 所以马克思的社会是一个上层建筑 加上这个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一名下层建筑 一名生产方式 所以因为生产方式改变 所以点张制度也改变 过去是刚刚谈过的生产力 主要靠牛车 水车 马车 来发动的力量 后来为政治器所取代 所以在生产方式 属于自然的力量 人的劳动力 加上马力 马的力量 牛的力量 水车的力量 这个时代是一个奉献主义的社会 后来变成 资本主义的社会 为什么 因为蒸汽机 这个生产力出现了 科学技术 滑达了 人们使用这些工具 也跟进步 工具就带来了 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什么 变化 就是生产关系变化了 所以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 不再是一个 封建主义控制下的社会 而变成资本家 资产阶级控制的社会 所以 这个上面的制度 也跟着改变了 这就是所谓 封建主义 转型为资本主义的原因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 马克思只用教育 传统和惯息 来一笔轻轻的带过 没有说明 劳工阶级 普劳阶级 怎么样从封建主义里头的农奴 转化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工 这个显得太简化了 那么韦伯的工作就是要把它改变 那么韦伯的看法不一样 他知道这个社会科学的 就是透过历史之要进行比较研究 所以韦伯也是一个大的历史家 所以他对古代的宗教的历史很显熟 对古优太教 古基督教 那之后他研究了资本主义 还不限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 他认为古代也有资本主义的诞生 比如说中古世纪在意大利北部 我们知道有个热纳亚 有一个维尼斯 对不对 有个米兰 这些地方都有初步的 比较原始的资本主义的出现 可是后来陈花一线就完了 那么这个原因如何 韦伯就有进行比较了 马克思对古代的资本主义兴趣缺缺 他就把所有精力花在近现代的 与其他当代的 他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制度的研究 韦伯就往上历史上去 然后来再比较 他甚至说为什么在中国在印度 不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他就讲得很简单 以印度为例 他的这个Caster的制度 教阶 他是一个阶级 阶级从宗教产生的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Caster 这个System 我们称它是教阶 教阶的制度 就是每一个宗教都有不一样的制度 他们不但有这个 使得这个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四大阶级 布拉门 这些斐托罗 或者比老师还娴熟的这些字眼 结果呢 这个阶级一阶级之间不可以通分 阶级一阶级之间不可以来往 还有在印度还有一个untouchable 你不能碰到他的人 不要碰到他就好像他生了 全身生了这个皮肤病 生了什么恶症 你要尽量地把它顾虑起来 不要跟他来往 这个制度里面禁止呢 不同的阶级职业可以随便交换 反过来在欧洲却因为有航会制度 最先保护某一些航会的会员的 特别的这个资格 比如说从事木匠工作 还有木匠的航会 可是这些航会呢 后来还是给很多有创意的人 把它破坏掉 自己从航会里面跳脱出来 自开一个店铺 做自己木工的工作 那么这些呢就说明西方和东方 因为职业的不同 有各种这个限制 或者有很多的困难 可是资本主义的制度 就是说能够打破这种航会 垄断的这一个本事的人来担任 那么至于印度和中国 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 不是说完全没有 有但是他是Arrested Arrested的意思就是 被抓住了 控制住了 恶阻了 所以他们的资本主义就被恶阻了 所以最多他们只有一个Prediminary Prediminary就是原始的 出奇的 雏形的 这个素朴的资本主义 这个和西方资本家这样子崛起的时候 西方不断在扩充他商业地盘 完全是不能同日而语 宗教会促成或者阻挡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那么韦伯在这里讲哪一个宗教会促成资本主义发展 他主要是讲罗马教是阻止资本主义发展 所以新疆罗马教的天主教的德国地区 法国的大部分的乡下 西班牙这些都是天主教最盛行的地区 这个地区里面资本主义不发达 反过来讲新教的地区 乃因河的地区 德国柏林的地区 这些随着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改变的 约之博 吴之堡等地区 资本主义都开始引进来 因为工厂纷纷设立 那么尤其是莱因河畔 乌培塔那个河畔 都是工厂林立的 所以这说明什么 说明宗教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 有一定的影响 而不是像马克思说原始的累积 什么叫原始的累积 就是资本家赚一个钱 就省一个钱下来不滥用 这点和韦伯看法差不多 可是他主要强调的是 他是因为贪婪的关系 要把钱财累积起来 还有利用政府的名义 对外发动战争 占领人家的土地 葫芦人家的人民 所以资本家的累积 和国家国力的扩充有关 和教会里面抢夺 乡下农人的土地有关 所以这些都是马克思心目中的 原始的基本累积 可是换做韦伯来看 他说宗教的信仰会改变 人的人生态度 这个老师在上次已经讲很多了 今天再简单的解释 主要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动物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生涯 做理性的规划 所以卡尔文引申路德 叫叫喚的意义 认为上帝是超验的存在 并不活在尘世之上 人是否被召喚变成上帝的选民 不是任何一位教友在死前 就可以知道了 你在生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死来以后 会不会变成神明的选民 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的 就是你在勤劳工作 常常做礼拜 把钱财累积下来 存下来 这个是最能讨好上帝的方法 所以很可能你要这样做 你死来以后就可以升上天堂 与上帝长乡左右了 人既然不知道自己 是会获得上天的恩宠 得以拯救 这只有在有生之年 在现世中拼命工作 勤奋工作是对上帝光荣的理性 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那就要去掉人的自然性动物性 而对自己的生涯有理性的规划 就是要刻苦耐劳 节俭才可以 那么卡尔文教徒清心寡欲 Asket Asket就是禁欲 他们都是对欲望不能够让他放纵 人在现世可以累积财富 但不得将财富滥用于欢乐的上面 既然人可以拥有财富 但又必须清心寡欲 那么财富的不立即消耗 便可以再投资 由是资本累积越来越丰富 他也同意马克思说资本是累积的 不过他这里累积是靠宗教的信仰累积 而不向资本家贪婪的累积 清教族这种相信个人的成功 事业的发达 勤奋工作和清心寡欲有关 所以未来要让上帝能够 把他选为未来的天堂的选民 他只好刻苦工作 那么新教族产生阶级的骄傲 产自于独立不取的奋斗 亦是不容许外物干扰个人现世的命运 不趋于世俗的权威 只坚持内心孤独的信念的纯真 所以新教族就有这样的毅力 而在很大的程度里面不是毅力而已 他们的做法很坚决 他们也变成很冷酷 冷酷的意思就是说他变成了资本家 资本家就是要有冷静 要计算 懂得计算 那么你的皇亲国际可以不理 完全只要你能赚钱就好了 对资本家会计制度的建立有关 所以资本家都是比较雄心大志 然后是很冷酷无情的人 清教徒反对感性 也反对自动自发 随性所致流露出来的人的本性 在政治上清教徒反对专制和威权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清教徒 到五月花的船和虐过大西洋 到新大陆以后 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殖民统治 缓判了英国殖民政府 结果美国爆发革命 把英国人打败 美国就独立了 独立宣言 所以这个清教徒的有一个性格 就是在政治上反对专制 反对威权 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说法 不认为这是典章制度 机械性的从奉献主义演展出来 而是和人的信仰有关 可以说比较马克思的出资大业的说法 要细腻的多 要给我们很多人更能够接受的观点 我们就先来用下面这张图 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可以说 韦伯怎么样强调新教的示范教 可以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 那么这里各位可以理解 新教徒它有它的伦理 它的伦理在哪里 像卡尔文教 就是人要过着一个很清淡寡欲的生活 这个是它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努力工作 然后把钱财累积起来 再进行投资 所以从绿色那边转到 卡啡社这边 你就看到清教伦理和资本家的精神 是可以互相配套发展的 第二你看到他们工作时间很长 未来要荣耀上帝的荣观 又要让上帝的荣耀得以发挥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里头的工人 劳动者必须要很勤劳很辛苦的工作 第三呢 他们认为懒惰是一种病 是不对的 那么人一定要计较成长 能够有效能够有生产力 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就这样出来 加上金钱累积起来 用来投资用的 这都是新教的规矩 伦理规矩 变成资本主义里头 就是我们要价值的生产 而且这个价值的生产力要抬高 什么是价值的生产力 就是你能生产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效率要很大 不能够麻麻糊 清教徒的心态 那么这个是卡尔文的像 这些这个典章制度出现 以前社会有特殊的价值 特别的心态的要求 其目的在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潜力 得以发挥 现在再解释英国16、17世纪的清教徒 他们的经济 16与17世纪 英国的社会史和清教徒的经济角色 刚好提供给韦伯 他的资本主义 从封建主义诞生出来的 发展的一个理论根据 使他相信宗教理念 在历史发展上所引发的作用 清教徒在英国荷兰的表现 以及路德教在德国的表现 都是可圈可点 而和他相对的是 天主教在德国 在法国 在西班牙 意大利表现的都比较差 换句说就是旧教里面产生出来的教徒 就像新教里面产生的教徒 或者释反教产生的教徒 那样懂得经营财产 懂得寡欲 过这个很清静的生活 如何来赚钱等等 北伯在涉及卡尔文教的时候 提出两点的看法 第一点 卡尔文教徒的价值观 便利了资本家的活动 提供清教徒追求利润 财富的意识形态 追求财富利润并不可耻 这个在清教徒里头 因为这也是你个人可以 荣耀上帝的光辉 上帝的救赎的一个方式 第二 清教徒在拥有这种价值观以后 将他人格变成重规重矩 激进冷酷无情的企业经营者 所以企业经营者一定要冷静 甚至于有一点冷酷 才能够把事业做得大 就是清教徒内心这种绝情无益 以坚强的信仰 使他们非别传统告别权威 不受教会与国家的技术 影响当时的中古世代的人 大部分在黑暗时代 都要受宗教的束缚 有时要受到国王 或者教会的干涉 宗教观念的内在发展 以及清教徒性格以坚忍强悍 是经济活动先决条件 也是造成中古世纪 社会体系改变崩溃 然后找出一个新的道路来的一个动力 韦伯把意识形态和人心理的变化 插入于历史的分析中 使马克思视为当然的社会现象 有更细致更深刻的解释 这是韦伯补足马克思出资大业的地方 所以老师对马克思研究很久 而且对他也很崇拜 但是有时想想韦伯比他更细致 因为他不愿意用一个原因 来指出资本主义的诞生 他用多种的原因 他并不否认人的贪婪 人对利益的追求 对价值的期盼 但是他认为宗教的信仰 还是有产生一些力量 韦伯如同马克思一样 深受德国思想界历史主义 或者唯史主义或者历史趣事主义的影响 那就是早期德国的历史学者 他们发展了一套历史哲学 认为这个历史应该是当代的人 对过去的活动的一个解释 所以这个叫历史主义 后来一个叫Karl Popper的人进一步解释 什么叫唯史主义呢 就是说把历史发展看成有规律的 有往前发展的这样趣事 就像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 那么达尔文的物种的演变一样 好像有一定的规律规则可循 这种看法叫做唯史主义 所以Popper一生里面要打倒的 包括黑格 包括马克思主义 都认为他们把历史看成有规律 这个是不对的 那韦伯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 韦伯和马克思两个人都是努力 要把历史维始主义 这个是当时德国的最新最夯的学问 把它打倒 那么认为呢 19、20世纪两个世纪里头 德国的现代化 它的变迁 它的工业化 是德国最激烈的莫过于是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 工业的资本主义 不是农业的资本主义 不是后来我们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这还是早期19、20世纪 偷为德国社会带来强大的震撼 同时把社会也改变了 作为合理性合法性与传统性混合的德国社会 在资本主义的狂风咒语 西极之下 不但国家的结构 政治的权威 人格的组织 文化的现象 处处都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 连艺术也好 文化也好 也发生了变化 有的是可以知道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有限的经济体系 几乎是造成整个社会的跟着起变化的生活方式 所以韦伯会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生活方式 马克思比较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体系 经济系统 现在要谈谈资本主义是一个很重视理性的一个社会制度 经济体系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以下 金钱是人自我异化的受盈 因为把各种性质的变化 跨约为数量可以表示交换的价值 马克思对金钱 对货币是站在一个敌视的态度 可是在马克思的后来的一个德国的社会学者 也可以说和韦伯差不多同一个时候 韦伯稍微找出生的叫奇莫 奇莫认为金钱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 所以金钱不应该像马克思这样痛恨 认为这个金钱是很麻烦很坏的东西 所以这个两个人的看法不一致 结果当然韦伯是比较接近奇莫 奇莫的看法 他还把这个金钱的应用当作一个理性 因为所有的东西你用金钱用性质 比如说西瓜好像甜很好 这是西瓜的性质 可是甜到什么程度 就从它售价来看 售价来看就符合供需的原则 如果买这个西瓜甜的西瓜的人多 那么西瓜价格都上扬 反过来如果西瓜生产一大堆没有人买卖 你即便它很甜也没有办法 这个西瓜不可能价格上扬 至于资本主义禁欲的部分 则为资本家未来利润的扩大必须再投资 因而忍受目前的清心寡欲 所以建立一个自我享受的放弃 英文叫Safe Renunciation 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所展示出来 那么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时代认为 是一个有关财富的学问 同时也是自我放弃的学问 自我放弃什么 放弃我享受的学问 有时也可以说是个贫穷的学问 因为资本主义上行的时代 常常因为贫穷到处都有 所以必须要克服贫穷 那么矿高利贷 守财奴 节育 生产性的奴隶 这些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 就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理性以外的一些毛病都讲出来 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马克思和韦伯经常用相同的方式来描写资本主义 把托当成具有世界范围重要性的历史现象 不过这种看法却两个人也有歧义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牵涉到生产的特别的社会关系 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显示了社会不平等的剥削 异化这些问题 这是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秩序必须要缠附的代价 所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消亡认为是必然的现象 这里马克思所谈的资本主义是垄断性的资本主义 可是韦伯所谈的资本主义是什么 竞争性的 所以和马克思又不一样了 对韦伯来讲资本主义是西洋理性主义的一个最高的表现 它是accidental rationalism的一个境界 一个dimension 它逐渐变为社会生活每一方面的专业化 官僚化 机械化 其结果造成竞争性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垄断性的 对马克思来讲是垄断了资本家垄断了某一些行业 那么结果他赚大钱 而韦伯看起来资本家和别的资本家要竞争 因为竞争的关系所以产生了竞争性的资本主义 而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带来的专业化 官僚化 机械化 可以说是理性的最高表现 由于构度的合理化 将来的社会一样的乐观 韦伯因子认为将来的官僚体系 就是寄生在资本主义的上面 所以资本主义的前途就是官僚主义的盛行 官僚主义的盛行的结果 一个罗伯一个坑 每一个人都过着机械化的生活 到时候我们没有精神的专家 也没有心灵的享乐者 然后你有看到一些在享乐人 他根本没有心 一个专家学问很好 可是他没有精神 他是出卖自己灵魂的一个行尸走路 这是韦伯 所以韦伯对将来的资本主义的前途也不看好 不过不像马克思讲的 资本主义有内在的力量把它摧毁 我上次也提到 资本主义制度常常有景气的循环 景气的循环代表了资本家 到了某一个时期 他会遇到坏的景气 因为景气不是永远往上爬 有个时候他爬到一个平点 一个高原的地带 后来就突然往下降了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衰竭 在20世纪我们看到 1930年代 1922、2930 这个美国华尔道街里面的经济崩盘 那个就是大衰竭 Great Recession Great Recession以后 经过了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 那么这个经济又在战后里面 因为到处破坏 又要重新要把它扶持起来 所以经济又开始发达 可是不久以后 我们发现在70年代 8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 引发了另一波的世界的经济危机 到了20世纪的末端 1998年 各位知道吗 就是金融海啸发生 先从马来西亚 东南亚爆发了金融海啸 完了以后整个世界也经济不好 到了2008美国有赤黄贷的问题 又是一波经济的大衰退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说 两人的抗法不一样 但是也有相同 两人都对资本主义前途不看好 不过马克思的不看好 是基于景气循环的抗法 也可以说基于什么 普劳阶级世界革命的抗法 又利用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 这样的抗法 不过这个抗法我们到今天为止认为 还行不通 就是公元起来起义来改革社会 把资本家打倒 这条路走不通 但是马克思另一个说法 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 会因为景气循环 而走向互相毁灭的道路 这个倒是比较可靠 比较可信 韦伯秀是认为说 除了宗教院还有别的因素 造成资本主义 比如说会计制度的出现 比如交通事业的扩张 比如这个新的陆地的发现 新航线的发现 这些都是西方人搞出来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西方保护资本主义 是财产保护契约 不要被破坏的法律制度 所以公平交易的机制 联手行政中立的官僚体系 有效的会计制度 良好的交通运输等等 都可以促成资本主义的发达 两个人对资本主义的前途的看悲观 两个人都认为不是可以乐观的 但是看法不一样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 是资本主义完蛋 因为它自己的危机重重 景气循环 市场供需失衡等等 或者是因为现在贸易战等等 都会影响资本主义的看法 韦伯导不是看这样 韦伯导是说资本主义的制度 往前去推想的话 那么所用的工具理性越来越发达 工具理性越来越发达 结果官僚体系官僚的势力越来越大 最后人就变成一个机器一样 然后变成刚刚讲的 理论家就并没有思想没有头脑 要享受科技文明的好处的人 变成无心的享乐者 上次的不同显示 马克思把他所体认的 18 4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活力 做出描写 韦伯就把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理性主义的清心寡欲 当作他活的时代 德国人应该追求的生活之道 因此韦伯说描写的资本主义 其实是他本身的理想 对描写的东西的现实帮助有限 不过对于作为政治家的韦伯 却是他努力要实现的一个理想 在正南上韦伯也是参与政治活动 所以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教授的身份 一个是政治参与者 他参加了国会的选举 他参加了德国民主党 也被提名 但是没有机会选上 民主党的头目叫做劳曼 他的劳曼关系很好 劳曼德国的民主党 其实是德国的走派的 很接近社会主义的主张 只是社会主义用的是 马恩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而劳曼的德国的社会民主 是走什么路 走基督教 用宗教的慈悲来改善社会 所以韦伯参加的是 劳曼的这个东西 可是也没有结果 所以最后他就常常写一些文章 批评时事 批评当时的社会的运转 情况 这些变成是韦伯最大的努力的所在 马克思和韦伯 同意资本主义的企业阶级 不是从轰建社会的财主或商业居驾 演变了来 确实有一群冒险患难 开创新事业的工业家 迅速地演变了成 中古时代也有些人很有钱 有些很本事 可是那些人都不会冒险患难 所以工业的资本主义的诞生 还是要感激这些 敢冒险 然后性格很冷酷 然后做事很坚决的企业家来变成的 也就是说由工匠行业里头的师傅 资领薪资的劳工 转变成小资本家 再由小资本家变成大资本家 那么我们就把刚刚的话 再用英文看一看 The petit bourgeois is splitless 小资产阶级是没有灵魂的 没有精神的 Devoid of imagination 它用缺乏的是想象 这个是谁讲的呢 就是基科国 基科国是丹麦的神学家 活了只有42岁而已 看看吧 就是中间这张图 他现在就是说 我们常常后来听到存在主义有吗 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大师 就是基科国 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听到的萨特 熊坡萨特 萨特是法国后来的这个思想家 他还得到诺贝尔奖 可是他不去哪儿 他把这个世间的荣耀看作粪土一样 这个基科国就是他的前身 主张人的存在是比什么都重要 第一你要先承认你的存在 如果你根本不存在着谈什么思想 谈什么欲望 谈什么理想都没有用 韦伯同意这种看法 任何志文家阶级为新兴阶级 由小布尔乔雅与中产阶级 打破行费的规矩 和国家的垄断的崛起 在英国和在意大利不同 他们并不与商人或银行家结合 而成为理性与利润追求的活动者 那么这些英国的小布尔乔雅当它崛起的时候 并不像这一个银行家说你贷款给我 我再如何 他们就是重归重矩的来从事他的企业发展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